第三 傳出哈馬斯使用華為設備 躲避以色列的情報蒐集 這次哈馬斯能夠完全躲避以色列的情報蒐集 讓情報界都大感意外 有人就推測了 很可能是哈馬斯使用了中共提供的華為設備有關係 前英國的情報特工艾蒙·蒂恩 他也透露說過去三十幾個月 哈馬斯的領導跟民兵們 都在使用華為的手機、平板和電腦 來躲避美國跟以色列的情報監控 這個消息我們目前沒辦法證實 但是華為確實是中共半官方的 軍工通訊機構和情報機構 所以不能排除華為幫哈馬斯提供了 或者是特製了歐美還不熟悉的保密通訊裝備